这是分析的结果 这里标示出来的是 这显示出来的是vormesis trace 因为这是钢铁的 记得钢铁是一种延展性的材料 延展性的材料我们破坏准则 我们用的是vormesis的破坏准则 所以我们关心它的vormesis trace 那在这个练习里面 我们会练习到怎么样去 在engineering data里面去specify 我们会了解到什么是engineering data 还有我们怎么样把材料assign给一个body 然后我们怎样去display安全系数 也就是每一个点每一个点 这所谓安全是很简单 就是把你能够承受的硬力 能够承受的硬力 然后把它处以这个地方的硬力 比如说能够承受的硬力是250Mp 那这个某一个点呢 它只有50Mp 那一出下来安全系数 那个点的安全系数就是5 就是这样而已 然后呢 我们怎样去display structure arrow 还有我们再 这是一个3D body 切割以后这个是叫做3D solid element 然后切割mation这种工作 mation这种工作 前面我们大概有强调过 对3D的body来讲 我们要把它切割成全部都是六面体 其实是一个蛮困难的工作 我们前面有大致提到 我们希望2D的话 我们希望全部切割成四边形 2D通常比较没有什么问题 全部切割成四边形 应该大部分的情况之下都没什么问题 可是3D的body 要把它切割成全部都是六面体 这是其实是蛮困难的一个工作 到现在还有很多的演算法方面的研究 怎么样去把一般的 乱七八糟的几何形状 切割成全部都是六面体 到现在还是有 还是有这一方面的研究 在这边我们介绍一个叫做mortizone method 来应用到这一个body 可以把它全部切割成六面体 大家稍微仔细一看 这事实上全部都是六面体 这事实上全部都是六面体 关于这个method 等一下我们再来强调